第十二维度创世者讯息 谁在控制通往五维的道路 我们在这里支持你们 我们是创世者 我们是第十二维度的非物质存有的集体 我们在此提供帮助 我们知道你们已经从你们的地球经历中成长了多少 我们也知道就你们的成长方面而言 还有更多的东西等待你们去体验 我们想向你们保证 你们的成长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也想让你们摆脱这样一种观念 想法和信念 即你们的成长必须是艰难的 困难的 充满痛苦的 有时候 你们可以回顾一个事件 让我们称之为生命中的创伤 然后说 我可以看到我是如何从那次经历中成长起来的 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们就会从事件的重构中受益 然而 你们不想形成一种期望 为了成长 我必须承受苦难 你们也可以在快乐的经历中轻松的成长 你们可以拥有一次足以改变生活的经历 它非常积极 给你们的感觉也很好 任何在成长一定是痛苦的这一假设下运作的人 都是从集体意识中获得了这个想法 因为这是人类当中普遍持有的一个信念 你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 在此你们可以检查所有的信念 以便更好地理解你们对自己的实相的创造 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们可以认识到 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们成长和扩展 而不涉及痛苦和苦难 也许现在你们可以回顾自己的生活 然后记录下你们通过一次快乐的事件 或在一个激动人心的环境中成长的所有时刻 美好的机会向你们走来 然后你们把握住这些机会 并从中成长 实际上 当你们在心体层中睡眠和旅行时 你们会突飞猛进的成长 所以 当我们告诉你们 你们在地球上还有很多成长要去实现 请不要认为这意味着有一个可怕的经历 摆在你们面前 欢迎你们创造一趟通往第五维度的快乐旅程 当我们在心体层与你们会面时 我们经常鼓励你们这样做 既然此时你们在清醒的状态下关注我们 我们很乐意再次也鼓励你们去这样做 我们还鼓励你们相信你们是自己的实相的创造者 没有人在为你们选择通往第五维度的剩余入境 我们是创始者 我们非常爱你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